吼群 1.保持乐观自信 2.少量多摊 同时采用低糖饮食 3.避免甜食 4.减少乳腿 避免乳糖阻碍体内吸收酶 因为酶可帮助调节动情激素的浓度 同时促进分泌 5.避免动物脂肪 以多元不饱和脂肪取代动物性脂肪六点限制盐的用量 最好采取低纳饮食 以防止水分滞留在体内 7.增加纤维质得摄取粮 多吃蔬菜豆类全麦草麦以及大麦 8.避免咖啡因 节制食用咖啡、茶巧克力等含咖啡因食物的用量 9.节制饮酒 酒精将加重情绪低潮 10.也会使头痛及疲倦更加严重或引发食、甜食的冲动 10.避免以利尿剂来疏解腹脏 以免使矿物质流失过多 11.适度运动有助促进、血液循环放松、肌肉并排出水分 也能促进大脑、制造脑内飞 有助全身舒畅 12.缓和环境气氛 如柔壳的色调或宜人的音乐 13.深呼吸 14.泡矿物导 在温水中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汗酸氢纳 有助放松全身肌肉 15.做爱 性高潮可疏解肌肉痛及血液循环不顺 同时可刺激 有助于清除充血器官内的血液及其他体液 须知精气神智、人身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 16.制度 安排工作进度及目标 勿使自己负担过大 17.与他人分担倾诉 18.制度的服用维他命B6 可疏解情绪 有助排出水分、乳房脏痛疲劳及想吃甜食的欲望 为虚精医师指示 19.维他命A及B可改善皮肤健康 19.有助于抑制 经前的粉刺及皮肤油脂过剩 20.服用维他命B6可减轻情绪紧张 19.并可防止月经前夕的过敏症 21.维他命E可缓和 乳房疼痛疼痛焦虑、沮丧等症状 22.钙 22.与梅可预防 经前的经卵肌疼痛 每病能控制 对食物的渴望 同时稳定情绪 每同时可帮助钙质的吸收 23.控制吃 甜食的欲望 筋痛 1.饮食均衡 2.服用维他命 3.补充矿物质 如钙甲及煤等矿物质 可帮助输解经痛 4.避免咖啡因 因此咖啡、茶克、饿巧克力等食物最好少吃 5.进酒 特别是容易出现水肿的女性 6.物质用利尿剂 以免使重要的矿物质连铜、水分排出体外 7.保持温暖和加速血液循环 同时松弛肌肉 8.多喝热的药草茶或热柠檬汁 9.可在腹部放置热肤垫或热水瓶 1.四数分钟 10.泡矿物枣 在水缸加入一杯海盐及一杯碳酸氢钠 泡20分钟 有助松弛肌肉并缓和筋痛 11.从事走路或其他适度运动 可减少经济疼痛 12.练习瑜伽操 如弯膝跪下坐在脚跟上 前额触臂 双臂伸直 保持这个姿势 直至不舒服为止 13.做爱 性交的高潮可疏解精通 将血液及其他体液带离子宫 需知精气神智 人参三宝及机会成本的概念 14.服用止痛药 最好喝牛奶或其他食物一起吃 才不会太伤味 停经 1.调示生活态度 充实自我 寻找朋友或家人的支持 2.每天运动 走路慢跑骑车 跳绳跳舞或游泳等 都是适合停经 妇女的运动要小心避开 4.穿着多层衣服 以便于在皮肤发热时可脱下 待症状消失后再穿回 5.穿透气 凉爽的衣服 6.少量多摊 以力身体调节体温 7.多补充水分 8.减少咖啡因的摄取 以免刺激和耳蒙 又发皮肤发热 9.限制酒精摄取量 10.避免热气及高温 11.持续性生活 如果有困难 应与伴侣沟通 1.一起解决 1.一起解决 1.或使用辅助工具 2.另外 2.练习 3.练习 3.练习 4.练习 5.操 6.可帮助做爱 10.得预约感 7.并防止尿失禁的发生 7.害喜 1.可姊妹或朋友分享经验 7.经常补充单糖 7.柳城池及胡泡 7.池是极佳的单糖来源 8.避免油炸食物 8.多吃生的杏仁果 9.睡前吃点东西 9.可避免早上起床时血汤过低 10.避免胃灼热 10.喝清澈的液体 10.如肉汤开碎 10.果汁及某些草药茶 7.满足自己的胃口 10.想吃石膜 10.就吃石膜 10.只要不是垃圾食物即可 10.保持心情气和 10.弱体重减轻 10.无论减轻多少 10.都应该看医生 10.感到虚脱 没有尿液或连续 4-6小时 完全无法进食时 请马上就医 尿湿浸 1.相识记录 每天的饮食 及大小变清醒 以利医生追踪原因 2.克制水分摄取 尤其是睡前 3.避免酒精 4.避免咖啡因 咖啡因也是一种利尿剂 5.少喝葡萄又汁 6.保持排便通畅 7.戒烟 8.减肥 9.排尿石 10.尽量排光榜光的尿液 8.然后站起来再坐下 8.微向前请 9.再排一次 10.雾憋尿 1.有尿液 8.硬马上去排尿 8.最好在饭前 8.饭后及睡前 8.将尿液排尽 11.训练排尿习惯 9.先在短时间内固定去排尿 9.再慢慢延长 9.可有效改善尿湿进的问题 10.睡着地方离厕所不要太远 10.方便排尿 10.再打喷嚏 10.可走提中午或盘挑食 10.应是紧缩或约肌 10.以免尿液外漏 14.有尿湿进的前兆 10.放松心情在缓步 10.走向厕所排点 15.使用成人纸尿库 10.尿床 1.不因小孩尿床而予以得骂 10.在卧室内安排备用品 10.让小孩在尿床后可自行更衣或换床单 10.以免尴尬 10.以耐心与关心面对小孩尿床的情形 10.放光感染 11.一点多喝水 11.以增加排尿 11.可预防甚至治疗感染的状况 11.洗热水域 11.可减轻疼痛 11.三点服用阿斯、脾灵等消炎药 11.能减轻发炎,引起得着热感 11.服用维他命 11.非可以酸化尿液 11.干扰细菌生长 11.排便后 11.由前向后擦拭肛门 11.可预防感染复发 11.六点性胶前上厕所 11.以免细胞电油性胶被带入绑光 11.七点考虑是否使用子宫泡避孕器 11.因子宫泡避孕器容易引起复发性绑光感染 11.若有感染情形 11.应考虑该以其他方法避孕 11.尽量使用卫生棉取代卫生棉条 11.注重个人卫生 11.穿着棉质内衣裤 11.较容易保持潜爽洁净 11.淡物清洁过度 11.绑光感染 11.患者一旦出现血 11.尿下半部背 11.及腰窝疼痛 11.发烧心或呕吐时 11.就应该要看医生 11.阳味 11.医点给女较多的时间 11.年纪越大 11.产生勃起的刺激时间可能预防 11.射精与下次勃起的时间 11.也可能随着时间而延长 12.某些药物可能引起阳味 11.因此若怀疑现在服用的 11.要似乎造成阳尾的情形 11.应该跟医生讨论 11.三点克制酒精摄取量 11.四点注意饮食 11.因为阴精是一种血管器官 11.所以若摄取太多胆固醇 11.即饱和脂肪 11.可能只因精窄化 11.造成阳尾 11.五点戒烟 11.可避免因血管收缩 11.造成勃起组织的情滑稽松弛 11.因而阻碍勃起反应 11.六点锻炼体型 11.对自己的身材予满意 11.予容易进入状况 11.达到勃起 11.七点五运动过量 11.八点等待疼痛消除 11.疼痛时身体会